这不是国内的电影拍摄现场 这是缅甸北部真实的场面 一群地方军队正在集合列队 给缅北一个地方头目拜年 而这个头目从事的行业 就有菠菜业和电信诈骗园区 这样的画面 你是否还会认为 一旦被带进诈骗园区 是否能够逃离出来呢 这是从缅北流出来的一段视频 一群电信诈骗从业者被打的画面 从打人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被抢穿着绿色军装的人 在对一些人进行施暴 一旁还有武装人员在围观 说是围观其实就是在助威 为施暴者助威 一旦被打者进行反抗 他们就会一拥而上对他进行群殴 想一想被枪托打的滋味 所以这种情况下 被打者只能抱头保护好重要部位 然后静静地挨打就好了 在缅北大部分电信诈骗园区 都雇佣着一些当地武装人员 为园区进行保卫工作 有时候还承担着抓捕工作 诈骗头目为这群武装人员 付一些薪税就好了 如果是当地武装头目的诈骗园区 那么他们会更加卖力地 去对逃跑者进行殴打 在他们眼中 诈骗窝点的中国人 根本就不是什么 所以他们下手也不会留情 你以为诈骗窝点的中国打手们 殴打电信诈骗从业者 就会手下留情吗 当然不会的 反而他们下手会更凶残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 杀鸡儆猴的效果 这样诈骗从业者 才能够认真地去进行电信诈骗 才不敢轻易地逃跑 缅北一些地方头目 表面上都是那么的正直 乐于助人 动不动就向学校 向当地的养老院进行捐款 也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 给人们一种正派的印象 但是他们背后的产业 让人们几倍发凉 这就是他们背后的电信诈骗园区 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人 被送过来从事电信诈骗 这群年轻人 可能一辈子都会就在这里了 表现好的可以继续留在诈骗园区 表现不好的就会遭到殴打 实在没有用的 就会被反复地进行转卖 具体被卖到哪里 只能靠命运安排了 一些人被卖给了 人体器官贩卖组织 从此这些人就开始了圈养生活 直到发现了匹配的人 这群人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 这些人被卖到了私人矿场 进行劳动作业 每天十几小时的高强体力作业 当然是不会有一分钱的薪酬 吃的更不要提了 这些人往往会被压榨到生命的尽头 直到干不动了 重病或者累死后 就会被随意地埋在森林中 充当了大自然天然的肥药 这就是缅甸北部